四亩地是吧 靠着这个清修的水泥路的路边是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王 我是老张 今天老张带我们到了一个歹足的村寨 说是看一块土地啊老张 是一块空地 雨后的歹足村寨空气清新 每个村寨的热带植物都极其丰富 除了这种在北方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热带树木 还有一些果树和阔叶植物 说他们像热带植物园也一点不为过 可以说版纳的村寨一年四季到处都是绿色盎然 平时大家看的都是小院或者是房子 今天我们看一块空地 这一大片空地 这一大片都是啊 哇天这挺大呀 我怎么感觉就像是村里的种的地啊 对这是这是基本农田耕地 但是就说村里 现在是属于村民嘛 村民也可以用来干一点别的事情 现在也管得不太严 这片地占地四亩 不是看到的所有的啊 就是其中的一块 从这个路边 大概就是到这个 这就这片绿色的吧 四亩地四亩地 四亩地的话也就是四个篮球场都不大吧 这片地是可以通水通电啊 但是不能盖这种永久性的建筑 可以盖临时的建筑 啊采钢板房呀什么的盖上几百平米是没有问题的 我盖厂子行不行啊 可以盖厂房啊 这种但是不能盖这种混泥土的钢结构的这种不行啊也就是这种啊临时性的这种采钢采钢板的这种房屋是可以的 但是我看这啥都没有啊 就是一块空地水电怎么办呢 啊可以通的可以找电力公司通通电甚至通三项店都可以 然后自来水公司也有呃也是可以通水的 你看对面那是不是一个厂啊 啊是的 是的 这边都是发发拉拉的都是厂房啊 全是厂房厂房库房啊都可以 你看那边都是库房搭的那种啊 就是就是盖这种房子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有个厂在施工呢 你看这根 这根电缆就是前面那个厂房通的这个电缆啊 哦好长啊啊 整个通到那边的电线杆那去了 那用那个小杆子支出来的 那就是说如果以后在这个位置建厂房或者是那个盖住的地方啊什么 这个直接从这个电线上就弄过来了啊 对 环境倒是挺好的啊 这块土地种地也是可以的 刚才说是种点什么玉米什么也是没问题 盖个采光港房也是可以的 呃租金的话呢一年就几个W 那其实水和电呀大家是完全都不用担心的 这并不是说什么荒郊野岭啊 呃这是一个村子里我们这边叫寨子是一个寨子里面 这是寨子里的一条小路 然后呢穿过那片包米地呀 那就是一条大路也是一条大国道 根本就不偏僻啊 你看这周围是有很多的厂房啊 也有一些这个住的农家 所以将来的水呀电呀这些都是不成问题的 有这么大一块平坦的土地啊 在这边做点工厂啊库房啊 还是不错的啊 你看这个版纳这边的这个水土也特别好 就是有点阳光有点水马上就长了很多的植物 这边你看都是没人种的 整个这一大片地方全是长的各种各样的小植物啊 种点什么呃瓜果蔬菜呀也是可以的 呃它的这个租金呀也是很美丽啊 一年是几个W